孟河当这是非得帮师弟把这关系坐实了 遇见秦孝贤这样你会心动吗 我喜欢幽默的 然后要么就是长得好看 那他都长 是杨朝月的话我也会爱上 这是看剧 你是看剧啊 不是舍不得孝贤 不是吗 我不是 你看你们嘴里哪有实话 秦孝贤和两个周芷若的不景之缘 一个是女神 一个是气人 玩体力运动的时候 我开始以为他不太行 没事 你可以说我不太行 没事 男人不能说不行 他还帮我解释 为什么要激赏 为什么呀 朱绪丹真的长在老秦的愤怒点上 三年了还是能叫错他名字 你不惜要求你和琼琦派的成员合作 你希望是我们集中的是谁 老秦 老秦吗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老秦 三年了 三年了 你还能叫错 也没错 叫老秦怎么了 老秦不也是你吗 之前我特别认真的教他 我叫啥 在后面坐车后面 我怎么称呼你 你叫老秦就行 大家都叫老秦 好的老秦 我的天 选女就是对他最大的误解 怎么有人耍赖还能输的 我给你塞丁可 你赢了你拿走 好 那万一我输了呢 你把你全给我 赌一把吧 塞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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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同鸭讲 嫌弃无事 他俩啥丑啊 这么敢 哎这是什么话呀 我对世界说法 唯独对你说喜欢 哎你好妥啊 你好妥啊 你让我念呐 不是 我问你 你本名叫什么 李小米 他在角色那天 你在看什么 快点完成任务吧 哎你要 你要不聊天赶紧消失好不好 快气死我了 哈哈哈 你俩能玩到一起 不会是因为同道中人吧 昨天跟他练舞 我反正练了四个小时了 啊 前面后面的舞蹈 我们都学完了 然后准备学学前面的 啊 那个老师回头问他 那个前后 之前的舞蹈还记着吗 他登上这眼珠子 哈哈哈 我说你看他这个清纯的大眼珠子 他能记得了吗 哈哈哈 他就这样 哎 在遇到住住之前的老秦 是这样对周芷若的 你想了要出对价子 高远远 角色他又找出本人来了 他演的都行 我一喜欢这人都行 他都行 你帮我个机会让你们教育 自己喜欢的女人来客战 你们会选谁啊 高远远 高远远 你心里的 除了高远远 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是高远远 哪怕高远远愿意 赵友晴也不愿意 果然王和帝是懂得拿捏老心的 不心动挑战 刚开始就结束了 我时至小心 我时至小心 还没 你 真麻烦你这么大 你上来就掐着我命门了 你知道吗 命门啊就是你 你命门啊 小那一刻的心跳 心跳 心跳 如今才也放肠 不倒 心跳 如连碰见女神老公后 他都变得乖巧了 外事不满整天人嘛 万一 永远哥回去跟圆远 说点什么 我这孩子咋地呢 所以我表现都很乖巧 雷特给高远远 发消息的夹子音 笑不活了 小远远姐 我马上要开箱了 能过来看我演出吗 好开心啊 等你说了 哈哈好 哎哎哎 他说必须去 回来我把你们推一下吧 你们聊吧 别拿我手机聊了啊 果然 逼封秦小贤 只需要这三个女人 对我的人 从巴黎排到了法国 你们俩 巴黎不就是法国吗 他说的 我就说有你有不了 这是遇到他们之前的老型 我每天都跟男生打交道 我就想接受接受新鲜的女生 女孩子在的是 真的会自由的 批起男人的素质 真的 遇到孟子一开始 话风就变了 我还是选老秦 何孟子一 老秦拒绝吗 当然不能拒绝 你说傻呀 他每次都拒绝 哎哎哎哎 我妈呀 在这儿 我没说话 我在这儿呢 老秦的命也是命 孟姐 你玩游戏的时候 走点心吧 他也天天地爱出 只能等一个结果 你他们是什么呀 什么呀 那你发球 我好像发球 你发球 你在哪一会儿 你在哪一会儿想想 嗯 三十六季 好像一场有 我要你发球吗 怎么虽然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生活 怎么都别给我 别标了 拿一下 老秦 周知若和周知若 是不一样的 家人们 我们现在要出发了 你怎么不要那家人们了 他还家人们呢 快来 快点走 老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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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啊 啊 好烦 我真的 我好烦啊 遇到朱绪丹 是秦潇贤人生的一大劫 朱绪丹家 也有让我抓狂的女人 你好像黑了一点啊 你会聊天 不会聊天啊 干不透 What the fuck 这场的话 就一个一个人做 救命你 哼 我今天从开场到现在为止 全是这样的 让我当个爷们 是不是 不行 鸡童鸭讲 嫌弃无事 你聊指定是有点什么仇 这什么话呀 我对世界说法 唯独对你说喜欢 你好妥 你好妥 你让我念呐 你在看什么 快点完成任务吧 哎 你要 你要 你要不聊天 赶紧消失好不好 气死我了 这个人 想看人真的气死骂 让朱祖常驻行动拍算了 现在规定好了 石头点到布 然后不能改三个人 同时做这个动作 我们两边先通好 是不是 是咱们三个 咱们三个 你跟他们通好 你咱们三个 重复 不是 我们想好了 接下来 我们要出什么 人同时做这个动作 不是他出什么 我出什么 你出什么 我们不是想好先出什么吗 我们可以去一个队友吗 哈尼就是那个扎了他的心 他还得面带微笑的女人 如果你们想要美白的话 可以来找我 先发500块钱红包给我 500块钱红包给我 他跑着这么强了 他跑着这么强了 那我这个色号怎么能美白呢 你觉得老秦还有希望吗 内服外调 他内服外调也够呛 被偏爱的都有事无考 让他俩玩明白了 你 你拿着我照片在那晃什么玩儿呢 老秦在看直播什么 来 用一个超短路期的 哇 彭克辣妹 你差不多了 不好看吗 什么呀 你开跟你脖子上的 大家看一看 跟他脖子上面 是不是 天忆给他和这几个女生 单独安排个综艺 看不够 真的看不够 你什么时候剪的呀 剪完了 我还没说三二一呢 他直接剪完了 孟子宜 为什么 我想打他的侧手不及 你知道吗 你打我一个侧手不及 秦修贤明目张胆的偏爱有多甜 就衬托了他的双标有多离谱 老秦 你站住 你站在这 你挺会玩的 你是不是挺会玩的 这不就是我扛下的所有 雷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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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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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来呀 同样是跟水有关 哈尼和大家水枪大战时 他心甘情愿当人入盾牌 而到了白露这里 他六点钟就起来辛辛苦苦化的妆 被他一去几晚毁于一旦 白露今天早上六点钟就起来化妆了 来吧 我得让白露下去一会 什么意思 两人在跑男中一直都是没有相爱 只有相杀 虽然被分到同一组了 但是老秦却总想着坑他一下 在答题环节故意装聋作哑 导致白露被抬下水 六碗牛面 几碗 六碗牛面 几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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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完了没听清 好 当他在一边笑得十分欠揍的样子时 完全没想到自己的报应来得这么快 咱们有除当场就报的露露子 怎么可能放过他 于是就有了横电被归为城市的那一说 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横电 横电 横电是一个城市吗 是啊 它是东洋 不是 对不起啊 那天是个镇呢 报应 来吧 哎 哎 两人因为水下结的梁子 并没有就此结束 他在明知苦一菜很苦的情况下 依旧选择吃它 并表示不是很苦 秦小贤看到面部都没有丝毫表情时 也选择了尝试 瞬间就戴上了痛苦面具 还好不是很苦 果然白鹿层当中立下的flag 绝不是说说而已 我今天可以输给任何人 就是我可以输给其他 宁愿自伤一千也得杀底八百 再吃完苦一菜还能装作入无其事 这表演水平直接爆表了 当然了白鹿并不是他直男旗下的唯一受害者 在玩抢凳子游戏时 他在眼里只有树羊没有女人 在混乱中 于树心终于找到了一点空隙 坐到了老秦的前面 实际上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推开他 最过分的是他竟然还准备补一张 就在大家纷纷认为 秦某人单身至今是有原因时 哈尼克斯的出现又给大家上了一课 什么叫做原来爱与不爱 其实很明显 明明是对手 却一点胜负欲都没有 甚至明目张胆地扯断脖子上的脂肪水 一下脑子不在线的他 就连给哈尼拍个照都专业感满满 一个人承担了摄像师 氛围组 道具组 和后期的工作 完全忘了当初 他给周杰雄拍照时的敷衍 把我是个直男表现得明明白白 原来镜头也是有温度有感情的 在姐姐妹妹的武馆中 他和刘欣灵练习时 他恨不得一巴掌把人家拍飞 像极了渣男 可在他身手护着哈尼的时候 又让人感觉他真是个暖男 秦小贤用自己的深言力行告诉大家 面对心动之人和武感之人 双标的区别有多大 秦小贤对哈尼就是现实版的偷偷藏不住 这个蹦极放在整个CP界都是相当炸链 眼神痕迹怎么不得提醒所有那些 曾经复杂的顺利 现在这是我之间 你最喜欢的人是谁 维尼中贤到时候必须请你做主妆 我们俩 你们俩 第一次见面 我就喜欢你 我喜欢你 这太好磕了 这太好磕了 不要跟老康 真的是 感觉吗 你会后悔的 不会 我相信老康 好甜啊你这样 你又磕到了 什么都能磕 万物都能磕 我以为都是哈尼在听秦小贤的 其实都是秦小贤听哈尼的 很好嗑 这是谁的醋坛子打翻了吧 喝着屏幕都能闻到 你太帅了 怎么还有这么完美的人 少说点你 你之后你得说一天话的 我能画他一天 OK 李雪芹不是 是不是真有病 为什么每次到我都是修罗场 给李雪芹 九七五个启程 宝贝亲爱的 小美女大美女 老秦你小子挺双边啦 能看到别人秀恩爱神 然后到了自己这里 你还在吗 给个瓜子 哈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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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跟你们谁一对呢 哈尼 好的 哈尼 哈尼你把绳子过来坐会儿 你那边老 说笑声的嘴皮子 不是很厉害吗 怎么跟哈尼斗嘴明淫光 哎哎哎哎 你做啥呢 你做啥呢 不是 我是有一个女的你知道吗 我家的 我家的 无忧 没有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 有那个 有没有 有那个 有那个 有 有 有 你俩是把行动派当变踪了吧 众所周知 失踪地杂化 雪杂真情侣 你先告诉我先 那我先 我先上去 我先上去 你先上去 你说是真往上串 俩人 俩人 对了俩人 头一个谁 西小贤 后面那个 有个新疆 叫什么不太知道 反正四个字啊 一般新疆的姑娘 一个买提 一个买提 不是 一个买提是姑娘 旁边这位 周中的介绍一下 一个新疆的非常漂亮的女孩 是 你一个买提 对了就是他们俩 阿妮突然想到去世的姥姥破防落泪 奶奶 你好 奶奶好 好 奶奶 祝您身体健康 长寿 长寿 好 没事 没事 我走了 老秦又故意搞笑的方式暖心安慰 来了 我老了 其实没多久 好 你就没有叫过别人奶奶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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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 这个事情我也得会遇到 哎呀 哎呀突然这样 哎呀 哈哈哈 你这个太棒了 哈哈哈哈 秦修贤你的双标有点过于明显了 我喜欢的人在现场 感觉奇妙又梦幻 你是我的嘴角最长 你可能总是在理想心 三胖 三胖 哈哈哈 哈尼认真给她安理美女 虽然听不懂依然很有耐心 我是女的超模的 特别漂亮的 对高级的 她长得特别好看爱她的老师 这个你应该有发的 在韩国发展 现在比较走得比较压重 太爱她了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是美卦的 我不知道 我觉得会对自己有点迷茫吧 因为看自己太久了 等一下 就不知道自己是美卦吗 哎 应对同样需要鹅的两人 她直接绕开黄米昊 然后走向哈尼 哈尼你要什么呀 单挑 喂 山腰单挑 打鹅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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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拿着 我要造谣了 这一看就是姐弟吵架 姐夫劝架 谁也不敢得罪 希望你们演的时候 你别骂她小夫 你也别骂她小夫 你先下小夫吧 你看她现在说的 然后我就说她小夫有毛病吗 她小夫没有关系这里头 这时候想起来水冷了 白鹿难道就不冷吗 哈尼你把绳子过来坐会儿 那边冷 这边没水 那冷 你来这边 来吧 我得让白鹿下去一会 六碗牛肉面 几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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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尼叫老鱼 老秦本来手套都没戴 结果一闪身 就把李鸿意和哈尼给分开了 你把她一边身体先捞出来 然后我帮你一掰 我直接在里面接应你 真开心 来来来咱们不都围在这儿 我真看不见了 等一下等一下 你得从底下看 来来来来 来我也抓住 来来来 别别别 来来来来快快快 她没过 等下我生气了 全军出击 救救我救救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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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愿当人形入盾 给哈尼克斯等水 你们这还让别人咋玩 停 你站住 你站在这儿 你挺会玩的 你是不是挺会玩的 这不就是我扛下的所有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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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视眼神和下意识的身手 他们俩都绝对算不上清白 天肯大鱼生了风转 容了谁等风 心虚不然讲 说不准再相似短纯 淋漫漫淋漫 无穿花几凉 腹地前台白了高堂 从此天各方 神与世的爱上 不知有影子了最练 懂得都懂 现场各位都开始吃瓜了 我们这组分不清最少和达档 如此肯定 一秒钟的相遇 正能确定 任何人的操纤 你我约定 四次的开雪 为你安静 所以拖声的说我们的 兼许家会发力 可以拿到五朵花 每天安静 如此肯定 在现场有他喜欢的人 一秒钟的相遇 正能确定 任何人的操纤 你我约定 看见秦潇贤对待国旗的态度 才明白人品永远会战胜流量 江舍金一直说台上无大响 台下理规矩 所以表演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虎狼之词 于是秦潇贤在演出开始之前 脚跑着下去将小朋友送的国旗拿到后台 这样尊重的细节很少有人会想到 但是老秦在拿起国旗的瞬间 表情就变得严肃了 说归说 笑归笑 绝不敢拿国旗开玩笑 有很多人说秦潇贤业务能力不高 但是从来没人说他人品不行 因为在教养和人品这方面 德云社真的做到了极致 无论去哪里参加节目 他都是尽自己所能温暖身边的人 尤其是懂得保护女生体重这一点 已经赢过了大部分的男艺人 某失败综艺中 秦潇贤和助曲丹一组参加游戏前 但是按照规定参与游戏的嘉宾 要先测量体重 体重在75公斤以内可以藏完 请测量体重 此话一出原本还开开心心的助曲丹 笑容立即就僵在了脸上 并出言拒绝 体重对于女生而言 永远是个敏感话题 尤其是女明星更注重这方面的隐私 站在身后的秦潇贤 立马站出来帮她解围 那和工作人员对此事也有自己的原则 坚持公平对待每一个参赛人员 尽管很为难助曲丹也只能妥协 但是在摄影师准备将镜头对准体重的时候 老秦再次出手挡住了屏幕 避免让助曲丹的体重公之于重 如果当初同样在大众面前称体重的柳妍 遇到的是秦潇贤 绝对不会出现被一群男人群嘲的画面 所以人和人还是有区别的 即便是对素人秦潇贤也是一视同仁的尊重 她和哈宁一起在深圳的一个办公室里录节目时 黄米浩要求他们找个员工并给他们按摩 在众多员工中找到了最辛苦的保家阿姨 但是阿姨听到喊自己的时候不好意思的藏起来了 不过秦潇贤和哈尼可兹还是把阿姨请了出来 并让她坐在椅子上熟练的帮阿姨按摩肩膀 秦潇贤为了和阿姨说话方便一直保持蹲长 第一次面对镜头的阿姨十分紧张 秦潇贤并没有忽略这一点 这一系列举动真的非常暖心 她并没有因为阿姨的身份而区别对待 她做到了师父说的那种老话 未学做艺心学做人也是在她的身上让大家明白 原来抽烟喝酒纹身蹦迪的男孩子也可以温柔到骨子里 说相声的嘴骗人的鬼 去骗的声音有八种 这八种到今天还存在云或酒消灯 云或酒消灯 老情骗起小姑娘来脸不红心不跳打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特别推荐大家听这首歌 叫叫小帆听我们我们师父的 这样你会睡的特别踏实 有一个高枪一甩上去以后你就特别想睡 师父真是算得上睁眼说瞎话敌人 哇哇哦小王虾 炒白菜炒白菜炒白菜 柳妍和志玲姐姐谁更性感呢 雨仙喜欢动物的人 我就老说这句话 我说一个人哪喜欢小动物喜欢孩子 人错不了他真喜欢小动物 爱动物已经爱到动动都都有了 老郭他们长着长着长歪的我也没办法啊 老郭很久不见了 老郭他今天又来服务了 老郭也想要求老郭 那我们应该怎么开心 老郭也想要求老郭也想要求老郭 我不想够老郭也想要求老郭 酒狼有点拖头酒的后腿 比较二爷的头发毫发无损 火炸相声演员的可爱不分年龄 唯一一个跟我没撒过谎的人 没有瞎话 就是豪先生 当然他跟其他的徒弟啊朋友 他有时候跟他们也斗 因为他一个人他坐在这个北边嘛 那么大一个屋子 他又是寂寞 他胆小 就是老旺家里叫人来 快来啊海鲜 吃海鲜大螃蟹 你想跟说相说这个呢 就还了得 说相这帮人留着哈喇嘴都来了 就一进门他告诉我 煮挂面吧 好家伙一口下去 差点把张总男手给吃了 走 这谁的汉子 别别别别 我没吃饭头 饭头 什么呀 你凭什么咬一口啊 我就咬一口行不行啊 我咬一口 我咬一口 谁咬一口 我想我想四对汉堡 四对汉堡 我就咬一口 就一口 说话吗 就一口就一口 我们哥子爱分的啊 我地铁堂了 我就咬一口 就一口啊 好多口啊 你 娱乐圈是让老秦会明白了 啥叫什么车票 哎 你真的不知道是周边是什么吗 周边周边都是咖啡啡啡啪啪的 哎呀 走车的真的是一样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哈哈 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不知道 原来你也不知道 啊 那是正常的吗 哎 我知道 我这 我24岁我怎么会不知道 啊 我也不是说你知道啊 我不干了 张九龄给大家表演一个茉莉花茶 新喝法 朋友们 您先听歌 我去喝口水 好不好 马上啊 哎呦你们 你送我手机呢 这时间都走了六年 哎 好 我那 汽着啥呢 从北京带了那个 一抹的花茶 一抹的花茶 在开车 但没有证据 终究是饼嫂一个人扛下了索养 并无人荒岛 只使到一个人 你会带谁 这嫂子太有气了 他 他会收入好多人 就以后不再是个无人荒岛 那几点呢 我 我 别去了吧 岛上现在 岛上现在是我 和我嫂子和我的这些侄子们 人太多了 我上那儿别跟他们抢字啊 你啊 站不下 对 金星听君一席话 圣子一席话 来叫什么 月龙岗 月龙岗 对 中华龙那龙 岗江门岗 这个名怎么来的呀 我父母亲了 这个结婚早是 就是一不小心 这女孩是谁啊 我媳妇 你住牛棚里头去了 对住了没几天 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把牛给卖了 把牛给卖了 不能卖我吧 我与贵舍无言无常 你们为何把我当傻子 给您变个魔术 嘿嘿 你呢 那一个魔术 超完的 你呢 藏不住 帅爸的老子 还把人一搭呀 都不算人 美国人 别 别教室了 石先生一开口 月龙半辈子白干 我拿到过第二季 换了喜剧人的冠军 嗯 那你呢 那你刚才的呢 江胜皇后的师傅 那就是傲娇 什么副总COO 根本不放眼里 2020年被卓越社 任命了一个副总的职位 您不用站起来啊 谁给理科觉得 这要给老师看一看嘛 他是副总二根的 有一个大伙叫的 我儿子 上一季的这个节目当中 获得过COO的称谓 首席运营官吧 哈哈哈 一斤一炸 这玩意 小一炸 德和伦的快乐 你想象不到啊 为了这两秒搭上一名和商言 爸爸 你再叫一声 哈哈哈 再叫一声 快搭着所有摄像机的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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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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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儿子呀 这游戏被孟和堂玩得透透的 您就说老金是不是德云社的吧 凤哥 打电话给德云社的朋友 问问他自己是哪个时刻是最帅的 这零双我熟啊 喂 哎哥 忙了 我我我我录节目呢 哦录节目 哎我也录节目 你觉得哥什么时候最帅 哥你摔鱼杆的时候是最帅的 哇哦 所以当我们瞎什么样子 九郎要不是你身上玩之前你就飞出去了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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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